中文字幕——YK 怎么样来了解我们讲的探索第二个地球 当然在整个历史的背景过程当中 我们特别提到了 其实人类的科技发展 就由于我们最早的慢慢的将科技发展 科学的了解 知道地球整个生态系来讲 受到海洋非常非常重要的照顾 但是由于人类人口的增加 对环境中资源的一个使用跟掠夺 对环境造成不可避免的冲击 因此人类就会有一个理想 并不是只存在所谓的科幻电影当中 而是希望是不是有一天 有一天我们也能够向着外太空 寻找到第二个适合人类移民 殖民生存的第二个地球的这样一个条件 其实在刚才动画之中已经介绍到 在美国航空及太空总署 所进行的各项的太空探险的任务当中 其中有一个很特别的 我们把它叫做Capital Project 这样子一个部分 它其实是在美国NASA太空总署 它里头所涵盖的公民科学的一部分的活动 那这个我们后续会介绍公民科学这个部分 那它藉由这样的一个科学活动里头 它是在一个大范围 一个大的计划叫做Planet Quest 寻找一个星球 那这个星球其实最主要是利用图片中 还有刚才动画一头所介绍的这个Capital 这样一个太空望远镜 因为在地表上我们所知道的望远镜 藉由地表的直接观测 其实受限于地球各种的空气中的 悬浮粒子的污染物 或者地球大气层里头 各种气象状态的扰动 其实并没有办法对深层的太空 进行更好的一个搜索跟一个探测的部分 那因此真正好的太空望远镜 如果就设置在地表上面来讲 它只能够设在比较海拔较高的地方 而且比较没有光害的这样一个环境 才可以 诸如上一次我们所提过的 在夏威夷的马罗 这样子一个火山的上面 不止我们上次所提告的 可以能够作为全球二氧化碳 大气层二氧化碳的一个监测所 其实在上面的天文台 也是富有的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 天文学研究方面的一个任务在 那怎么办呢 怎么解决从地表观测的一个这些缺陷 那当然就如同动画里头所显现的 新的方式就是借由火箭 把这个人造卫星发射到太空里头 而这个人造卫星 它本体就是一台大的太空望远镜 那这是一个特别的叫Kevler 这样一个太空望远镜 它在太空轨道中运行的过程当中 它定期的去扫描 经过在自转绕着太阳转的过程 对不起 绕着地球转的过程 以及地球绕着太阳公转的过程当中 就可以针对我们所在的银河系 以及甚至于更远的范围 企图对外太空当中 来搜寻一些我们目标中 很可能是否将来有可能适合人类 作为殖民的一个所在的这样一个条件 好 那所以这是一个Kevler计划的一个前提 那当然它是美国航太太空中心 所主导的一个重要的计划 其实它这样子的一个机构 有很多跟海洋学有关 还有很多有趣的科学实验 我们后续还会再来提 今天特别提到Kevler这个project之前 我们就要先来想一想 回归到上一次所提的地球上的生物 假设它生存所需要的 假设外太空的生物跟地球上一样 需要这样一个有机形式 有机物质 高能量有机物质 所提供这样一个食物链 食物网的一个环境来讲 那么阳光也就是这个外太空的 这个行星它所在的太阳系 一定要能够提供足够的光源 作为这颗行星上面的 基本的物理化学大气扰动 或者最重要的是 在这个外星球上面 生物生存最重要的 一个终极的能量来源 那么因此其实同学 或许在思考回忆一下 我们在这个学期一开始的时候 企图已经怎么说 利用所谓的动画的形式表达了 以外太空外星人的角度 当它从外太空慢慢进到 所谓的太阳系的时候 它为什么不会直接到太阳里头 也不会到水星进去找生物 也不会从遥远的一路 从所谓的海王星 天王星 明王星 这样一路过来往这边来找 而直接可能就锁定 会从地球这样子一个地方来找 其实这也是跟今天所要提的课题 有一点关系 因为这直接就牵扯到了 在这个星球上所生存的物种 它的最终能量来源 是否足够 又或者是否适切 这样子一个关系 好 我们再来看一看下面一个 其实现在要讲的 在上面的这个图 也就是说 以外太空的这样子一个 搜寻的过程之中 探索外太空 搜寻外太空的行星 它所基本上 所需要的一个原理原则 就是上面的这个图所讲的 好 每一个外太空的太阳系里头 它中间是一个star 我们讲的恒星 它基本上在恒星 进行所谓的核融合的反应 然后释放出很多的能量 这些辐射能 这些放射性 辐射能的能量 往四周散播过去 那以我们的所在的 所谓的银河系的太阳系来讲 就是中间刚好居中的 这个所在的位置 那么其实 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好了 太阳小 太阳大 自然它散发出去的能量 会对周遭绕着它运行的 这样子的一个行星 所能够接受到的量 有所影响 或许我们再举一个 正直接的例子来讲好了 同学 如果有露营过的经验的话 你很可能曾经点过一个萤火 如果这萤火点得比较大 或许你在取暖 或者是这样希望能够获得一个 比较温暖的一个环境的这样 萤火越大 你可能会对它保持眼距离 但是随着萤火里头的燃料慢慢减少 你很可能这个时候反而会越来越靠近 希望能够借由缩短距离来获得足够的能量 而大小不同的太阳系 基于中间的恒星 它所能够释放出来的能量的多少 也就决定了这边所提的一个叫四居带 适合居住带的一个观念 而四居带基本上来讲 也就是距离这个特定大小的行星 有一个特定的距离 越小的恒星 这个行星距离它就要稍微近一点 才能够获得足够的光能 足够但是也不会太多 所以要近又不能太近 也不能太远 而当随着中间的恒星够大的时候 这个四居带就会往后退却往后扩散 因此科学家就是利用观察外太空 先找到一个星星会发光的星星 这种恒星是比较容易找到的 找到一个特定大小的恒星之后 再从它周边围绕着运行的 这种不会发光的行星 planet里头 再根据四居带的概念 来找到其中 是不是有比较接近大小 大小接近的这样子的行星 刚好位居在这样子的距离里头 这是第一点 是要决定的 所以四居带 先找到行星 对不起 先找到恒星 再找到四居带 有没有行星 这是第一点要排除的一个依据 第二点 大小也很有关系 大小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就首先来看看地球的构造 上一次我们曾经在介绍海洋学的时候 以海洋的这样地质海洋学做了一个例子 知道人类了解地球的构造 是从所谓的海洋地质 地质海洋学这个部分的发展所进行的 我们了解了地壳 有所谓的陆地 陆地的一个板块跟海洋板块 厚薄不一 但是中间还是一个热溶的 热溶的一个岩浆 还有一个地核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其实由于地球的大小 从形成我们所谓的大概45 48到51年前到目前现阶段 已经逐渐的冷却 但是由于够大 这个大是跟火星来比 够大所以冷的比较慢 虽然外层已经冷却了 已经是有所谓的陆地 而且冷却到一定的范围 在介于摄氏0度到100度之间 刚好可以有液态的水的存在 也就因此在地表造就了海洋这样的一个环境 所以已经够大 可以冷却 但是又还没有太冷 因此在中间这样热溶的这些岩浆 有所谓的软流圈等等的 造就了地球表面有所谓的磁场 这样的磁场 从某个角度来讲 非常重要的一个电磁的感应的部分 来自太阳光 这些光波 其实很多的是带电粒子的一个状态 地球的磁场 就可以把带电粒子 把它往两极驱赶过去 就有个磁场的一个作用 而实际上 如果你曾经有机会 在高纬度地区 看过所谓的极光 极光 基本上就是来自太阳的 这样这些带电的辐射粒子 带电粒子 接近地球的时候 这叫太阳风 这样子 接近地球的时候 由于磁场的保护的关系 就往着两极打过去 而在两极的高空当中 跟大气层的气体产生冲撞 然后进一步发光 就是我们所讲的 Oraboreos 就是极光的部分 非常的漂亮 但它的原理 就跟我们房间里头 看得到日光灯 是一致的 带电粒子 冲击特殊的气体的分子 然后产生放电 然后放光 这样子一个效应 如果我们试想 没有这样子地球的磁场 那地球表面的生物 其实是无时不刻 将接受到 假如是白天 就会接受到太阳风 这样太阳的放射 带电粒子的不断的冲击 它的放射的效果 其实比我们赵S光 还要强上许多倍 因此其实从 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火星 它其实第一个 比太阳比较远 相对的 它比较小 它的内核 目前其实比较多的是 凝固的状态 而所表现出来 就是它地表上面的磁场 只能够呈现 区块的残存的状态 它没有这么好的 一个磁场的保护 太阳的带电粒子 可以直接打到 火星的上面 因此 如果直接把地球 跟火星拿来做一个对照 就知道了 原来地球 在我们所在的太阳系里头 能够在这样子 这个漂亮的行星上面 孕育这样子 丰富的生命 还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其实 从某个角度来讲 是很偶然的 因此 在探索外星生物的时候 是不是能够 就这样子 所学习到的 这样知识的累积 来企图 找到第二个地球 就是我们目前 所要进行的部分 因此 Kepler这个计划 已经在太空中运行 探索了很多 在外太空中 跟地球 比较类似大小的 这样子一个太阳系 而刚好 也有类似大小的行星 位居在 在它的太阳系里头 位居在 它的一个 视居带上面 那么或许 这就是将来 比较有可能 发现外星生物 或者也可以把它解读成 有可能让地球上的人类 可以移居过去的 一个candidate 一个候选者 但其实问题 远远不止如此简单 因为刚才 所提过的 它的表面上的生物 虽然受到了 能量的关系 距离不能太近 不能太远 OK 太近 太热 甚至于从六个角度来讲 太热的环境 能量太多 那其实也 刚才也引申出了 很重要的条件 就是这样子的上面 需要有水的状态 水是非常重要的 一种生命的物质 它有很多的特性 所以刚才讲的 如果距离的近 就算这个行星上面有水 但是温度太高 它可能呈现一个 气体的状态 大概目前已知 没有办法受生物所利用 如果行星的距离 离得比较远一点 稍微远离视居带 那么所能够接受到 来自恒星的能量太低 呈现固体状态 其实也没有办法 来进行各种的 在水中的溶溢状态 所进行的生化反应 因此距离不能太远 也不能太近 大小又要适中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也就是我们这边 所看得到的 还有水 水作为一个特殊的 一个化学物质 它有很多物理 跟化学的特性 是造就生命的本质 所不可或缺的 我们就举几个 跟海洋相关 最简单的例子 第一个 它的凝固点 凝度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冰点 但是它的 但是它的密度 在变化的过程当中 不像其他一般的物质 热胀冷缩 照说如果一般 只是单纯的热胀冷缩 那温度越低 照说缩得越小 密度应该会越大 但是相对的 水 以纯水来讲 它在四度C的时候 密度会到达最高 所以以四度C来讲 大于四度C 在增温的过程之中 热胀 所以密度变小 而低于四度C的过程之中 其实它反而 密度也在增加 那到了零度C 结成冰之后 它其实体积是在 膨胀的状态 所以冰是浮在水面的 就光以所谓的冰 是浮在水面的这一点 对水中的生物 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 一个物理性的角色 因为至少结冰的过程 降温结冰的过程 冰是从水面慢慢结下来 那么水中的生物 它可以在水底下 找到一个适合的场所 继续在那个地方存活 因为当等到水面的冰 结出来之后 又形成了一层绝缘的效果 这时候气温虽然低 但是对不起 它这样子一个降温的效应 受到冰层的阻隔 似乎就比较不容易 影响的太深 那因此这个时候 生物其实大部分的 水下在冬天的时候 不管海面 或者是陆地的水域 水面虽然有结冰 但这些生物 至少在水底下 还是一个液体的 一个环境状态 可以继续存活 没有问题 但试想如果不是这样 那问题可就大了 水是从 如果说一般的物质 是从所谓的 有底层 慢慢这样结成 固体上的过程当中 大概我想不会有什么 生物还能够在固体当中 能够存活的 OK 那除此之外 水还有很多特性 比方说它的溶解度 还有它的一个通电 等等的各种的 还有说它表面张力 等等这些 都是造就了我们遗之 在地球上 水作为一个重要的 生命物质的一个部分 所以其实 Kapler计划来讲 基本上 它先探索外太空的 特定的行星 那接下来后续 其实很重要的一点 配合前数的距离 大小 如果说能够有水的话 或许它才是有可能 成为我们所了解的 第二个地球的所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